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强调 问题在于地缘政治利益 西方对于其他国家的傲慢和自以为是 如果当初西方接纳俄罗斯加入北约 是否就不会出现后来的问题和冲突 普京的讲话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普京还谈到普里格人的坠机事件 称调查人员在遇难者遗体当中发现了手榴弹碎片 那么普里格人飞机坠毁前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另外 美国媒体爆料朝鲜已经开始向俄罗斯提供火炮 以支持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作战 朝鲜火炮要出现在俄乌战场上了吗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 做分析和点评 先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背景 在这场近四个小时的论坛中 普京谈论了俄罗斯当前所面临的多个问题 其中就包括乌克兰危机 是否使用核武器 西方局势变化 经济结构调整 卡拉巴赫 中国一带一路 以及普里格人坠机事件等多个热点话题 在谈及俄罗斯是否会使用核武器时 普京表示 只有在俄罗斯联邦受到打击 以及对俄罗斯的安全存在威胁时 俄罗斯才会动用核武器 普京认为 俄罗斯没有必要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 在谈及乌克兰危机时 普京表示 乌克兰危机不是领土冲突 俄罗斯没有兴趣征服任何领土 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是 新的世界秩序所依据的原则 西方对手已经远离现实情况 并违反了所有规则 不排除西方的局势 会随着选举出现内部政治的转变 此外 普京再次宣布乌克兰访攻失败 目前 乌军已经损失了9万多人 而乌克兰的目标之一 是破坏土耳其吸管道 并正试图进行攻击 普京还指出 目前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遇到了资金的问题 但是 美国最终会找到资金 并印更多的钞票来支持乌克兰 张教练你好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论坛 今年是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 大约是有140多名代表出席 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是 公平的多极化 如何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和发展 您觉得俄罗斯为什么要设定 这样一个主题呢 首先有几个关键词 需要注意 公平 多极化 和所有人 实际上我们也反映出 俄罗斯对安全秩序 这个问题的重视 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一直倡导多极化世界 那么我们都知道 美国和西方 就是他所领导的西方 在冷战之后 一直是国际市区的主导者 或者说他掌控了 国际舆论秩序的这种话语权 舆论上 是否以西方的标准 和西方的这种价值观 来统治世界 领导世界 所以俄罗斯呢 在这次二代俱乐部上 更多提到了是公平多极化 然后呢 提到了一个所谓安全 普遍的安全观 一直是俄罗斯所倡导 那俄罗斯一直认为 世界的安全 一定是所有国家的安全 而不是西方中心 或者西方的安全 为最终的一个目标 那么在俄罗斯与西方 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仍然在积极宣传 他所倡导的安全观 国际秩序观 以及呢 俄罗斯对于世界 格局的一些看法 普京在会上表示啊 西方特别是美国 试图利用基于规则的 秩序来取代国际法 随意的制定规则 让对方来遵守 这是殖民思想的一个体现 他还提到 俄罗斯曾经要求加入北约 但是被北约拒绝了 如果说西方当初真的 接纳了俄罗斯加入北约的话 现在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了 问题跟冲突 是否就不存在了呢 事实上 俄罗斯现在与西方关系的 很多纠结 很多矛盾 我觉得还是因为 西方与俄罗斯之间 在冷战之后 没有搭建起一个统一的 包括所有世界 主要国家的 这样一种国际安全秩序 我们知道美国为首的西方 一直在冷战之后呢 是不断地通过扩大北约 吸纳更多国家加入北约 来试图建立起 以西方为中心 以美国所领导的 这样一种国际安全秩序 那么俄罗斯呢 与西方的关系 应该说从冷战之后呢 是一个比较复杂 俄罗斯是试图呢 融入到西方 所建立的这样一种国际秩序 比如说加入到七国集团 以及呢俄罗斯也曾经多次 提出要加入北约 但事实上呢 就是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关系 我觉得一方面呢 他是试图要改造俄罗斯 我觉得我们知道 冷战结束以后 俄罗斯按照西方的模式 进行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 甚至呢 就是很多的这个政治理念 国际观 也是试图要与西方达成一致 但事实上 加入北约问题 和加入七国集团 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都是一个 双方在试图打造到一种 这个共处的这个模式 共处的这种秩序 但西方傲慢 我觉得就是 他对于俄罗斯来说 他是希望成为西方 或者说美国的 建立起的这种国际秩序的一员 要听美国的领导 而俄罗斯要建立的是一个 平等的 平等的一个国际秩序 至少在这个 这个体系之内 俄罗斯有坏权 有独立的这样一种立场 而不是成为美国完全的一个小弟 我们都知道 美国所建立的北约 实际上是美国领导的这样一种安全体系 在欧洲 特别是在欧洲 我们看到 北约的这种东扩 特别是俄罗斯 没有成为北约的一个成员国 在这种情况下 那北约的东扩 将俄罗斯不断的 这个在国际秩序 作为欧洲安全框架中 被边缘化 我们知道冷战结束以后 俄罗斯整体的一个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它实际上 并没有完全恢复到 苏联的那样一种规模和影响力 那么当北约不断扩大以后 而俄罗斯又无法加入到北约 而俄罗斯就 它被边缘化了 那么被边缘化就造成了 俄罗斯安全感的这种严重的上升 这也出现了俄与北约矛盾 俄与美国安全上的这种对抗 和不信任怀疑就不断上升 所以如果说俄罗斯加入北约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假设性问题 就是俄罗斯愿不愿意成为美国的小弟呢 首先俄罗斯不愿意 其二从西方的角度讲 那么他也不愿意接受一个 就相对独立的一个俄罗斯 我们毕竟知道俄罗斯拥有 巨大的核武库是一个核大国 所以俄罗斯一直认为 它应该作为一个平等到西方的伙伴 而不是成为美国的小弟 所以双方实际上在安全的理念上 以及对于国际秩序的看法 实际上是不同的 相差甚远 使得他们不能成为一路人 在有关核问题上 普京就说到 俄罗斯没有必要降低 使用核武器的一个门槛 俄罗斯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在9月份就已经投入到战备至今的状态当中 这个导弹声称是可以打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此外他还说到 俄罗斯可能会撤销对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的一个批准 俄方相关的表态包括举措 您觉得想要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 首先还是要讲到 俄罗斯现在与西方关系的一个全面的紧张 是的 俄罗斯必须要增强去核反击能力和核威慑能力 那但是另一方面呢 普京又说俄罗斯不会降低核门槛 还是要讲到这个问题的提问者是卡拉干达夫 是俄罗斯的一个著名的 鹰拜的一个国际政治的一个学者 他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要 以更为激烈的 更为进攻性的一种核政策 来反击西方对俄罗斯的这种战略上的挑衅 甚至是对俄罗斯的不尊重 但普京的表态是实际上是讲的 是没必要 实际上却显示出俄罗斯的战略自信 他特别提到了这个萨尔玛特 这个战略的这个核导弹 以及呢叫核动力这个巡航导弹 这个提到了什么 就是说俄罗斯现在有的核武器和核杀器 足以应对来自于西方的挑战 因此呢 他是要安抚世界 说俄罗斯仍然是理性的 仍然是希望与世界就和平的大交道 而不是全面的对抗 第二个就讲到俄罗斯有这个能力 来应对西方的这种挑战 也是提醒西方 在这个战略层面 要对俄罗斯保持足够的尊重 第三点呢 我想就是俄罗斯还是要通过这样一种说法呢 实际上是说俄罗斯还是希望 表示与世界对话合作的这样种意愿 我们都知道西方与俄罗斯现在是全面的脱钩 全面的对抗 但是俄罗斯说愿于西方 愿于世界 包括西方在内的国家 继续的在保持经历文化 甚至安全上的这种对话 这都说明呢 这次的这个瓦尔代的俱乐部的会议上 普京传递了是自信和开放的这样一种声音 围绕俄罗斯经济的问题 普京说一直以来 迄今为止处理的都还不错 这个经济的自然重建已经开始了 您怎么来评估俄罗斯现在的一个经济状况 另外对于2024年俄罗斯的经济 您做怎样的评估 普京在瓦尔代的俱乐部上 特别强调了俄罗斯经济状况 好转 甚至是有增长的这样一种明显好的预期 这里头普京透露了两个重要的一个信息 首先是俄罗斯这个 它的经济增长2.8 这个完全要好于预期 我记得2023年的年初 当时俄罗斯官方的这个预测 大概只有1点多 1.5 后来呢不断地改善 修正它的这个经济数据 我觉得这个呢 普京这次在瓦尔代的俱乐部上 特意强调 俄罗斯的预算赤字 将控制在2%之内 俄罗斯经济增长呢 从原来的2.3% 又修正到2.8% 所以俄罗斯在西方制裁 西方与俄罗斯经济脱钩的这种背景下 要好于预期 实际上是要给俄罗斯社会信心 第二点呢就是 这个讲到了俄罗斯 本身经济运行的状况 比如说 从1月份到8月份 这个预算赤字是2.3万亿路部 但是到1月份到9月份呢 是1.699万亿路部 就是说 整个三季度 俄罗斯经济数据 经济环境 大大改善 特别是预算盈余 这个使得 这个缺口明显缩小 这都说明了俄罗斯 已经适应了 这个西方的这种制裁的这种环境 俄罗斯呢 正在逐渐的改善起经济状况 这都说明了 这个西方的制裁 对俄罗斯 这种效应 逐渐在消退 俄罗斯完全有 这样一种信心 来适应新的国际安全环境 和国际经济环境 在谈到俄乌冲突的时候 普京说到 这不是领土的问题 俄罗斯也没有兴趣 征服任何的领土 但是在被问到 俄乌冲突究竟会 什么时候结束的时候 他又说 这不是领土的问题 在于民众的安全 是否得到保障 现在俄乌冲突已经 僵持了将近20个月的时间 对于这场冲突的前景 您怎么来判断 首先俄罗斯 仍然会坚持自己的安全观 自己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立场 比如说要求去北洋化 去军事化 当然了 俄乌局势的发展 现在似乎是 并不以俄罗斯的意愿为转移 俄罗斯看到了 西方现在对支持乌克兰问题上 已经出现了很多疲劳症 包括美国内部出现的党争 已经限制了对乌克兰的这种援助 但是普京一方面认识到 就是俄罗斯在俄乌战局上 它有一些优势和主动权 但另一方面 他也认识到 就是俄乌战局 俄乌冲突 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这个是因为双方的分歧 和军事上的这种僵局 很难带短期打破 实际上也反映出俄罗斯既谨慎 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 他认为恰恰相反 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的项目建设 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 那么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 这个框架之下 中俄如何深化合作呢 首先呢 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 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 相互发展的这样一种态势 可以说呢 对于中国和欧亚地区的国家来说呢 通过扩大合作 可以呢 能够促进双方 经济和贸易的这种发展 还有一个就是西方对 欧亚经济联盟的看衰 以及对欧亚经济联盟 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些围堵啊 实际上呢 显示出啊 这个阵营政治安全问题 可能会阻止全球化的这种发展 一带一路的这种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呢 在某种程度上呢 这个通过配合 通过相互支持 可以呢 来促进地区的稳定和地区的发展 总之呢 普京在与西方 这个在俄罗斯带于西方经济 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在经济脱钩的围境下 向东看 或者说促进亚太地区的 这个经济发展 可能是未来俄罗斯经济方向 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 好 先谢谢张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新闻近日谈 欢迎你回来 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论坛上 谈及普里格人坠机事件时表示 调查结果显示 飞机坠毁前未受外部冲击 调查人员在遇难者的遗体当中 发现了手榴弹碎片 普京在瓦尔代论坛上 还谈到了针对原瓦格纳创始人 普里格人飞机失事的调查情况 普京表示 普里格人的飞机没有受到外部影响 但是在受害人的尸体中 发现了手榴弹的碎片 同时 此前在查封普里格人圣比德罗总部时 不仅查获了大量的现金 还包括5公斤的毒品科卡因 普京表示 应该检查受害者的血液中 是否含有酒精或毒品 但不幸的是 未进行这样的检查 普京在论坛中还指出 俄罗斯没有私人武装力量 因为缺乏这方面的法律 私人武装公司只是新闻名称 目前尚未就是否需要组建 私营武装公司达成共识 同时 已有数千名瓦格纳成员 与俄罗斯武装部队签署了合同 另外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号报道 朝鲜已开始向俄罗斯提供火炮 以支持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作战 报道指 尚不清楚朝鲜此次转让武器 是否属于长期供应的一部分 也不清楚朝鲜从中得到了什么回报 而外界普遍预计 金正恩将向普京寻求资金和粮食援助 以支撑朝鲜疲软的经济 同时也会要求普京提供武器和太空技术等 普京说在普里格人坠机事故当中 遇难者的遗体当中发现了手榴弹的碎片 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首先普里格人在俄罗斯是一个争议人物 他一方面是发动了冰变 但另一方面 瓦格纳集团在俄乌冲突中 确实在巴克木特的这种战斗中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所以有的俄罗斯人认为他是民族英雄 也有一些俄罗斯人认为他是一个背叛者 所以普里格人的死因 实际上是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的 普京透露出 首先是他的飞机没有受到外力的这种破坏 而是内部可能出现的手榴弹 爆炸导致的追击 这一定程度上就摘清了俄罗斯政府的嫌疑 我们知道西方媒体一直在炒作 说普里格人的追击事件 有可能跟俄政府有关 这次是普京透露这个信息 说明至少在飞机外边没有受到攻击 导致追击 而是内部可能的爆炸导致的 谁的导致的 谁迭代的手榴弹 还是谁引爆的手榴弹 这当然需要进一步的确认 但至少在普京的发言中 摘清了俄政府的嫌疑 第二我们知道普里格人这次事件 他说明了俄政府在调查的过程中 他实际上属于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说 最终的调查结果还在进行之中 没有完成 需要进一步的去确认 但是通过这一事件的这种担心 可以看出 布里格人事件已经翻片了 因为我们知道 普京总统在前一段时间 接见了瓦格纳集团的白毛特鲁舍夫 他这个领导人 对 特鲁舍夫 说明这个事件 大概已经从俄罗斯的国内政治 这个角度已经翻片了 而且瓦格纳战士又重返俄乌战场 这都说明 这个俄罗斯对于瓦格纳事件的这种处理 瓦格纳集团的这个处理 已经进入了一个 这个话句号这个阶段了 您刚刚说到信息量非常的大 普京还说到 应该检查这些遇难者的血液当中 是否有酒精或者是毒品 并且他还说到 在这个布里格人的家里 是查获了5公斤的可卡因 他是不是在暗示 在飞机上可能有人酗酒 或者是吸毒 导致了这场坠机事故呢 的确这次布里格总统 说讲到了一个5公斤可卡因 我们知道在俄罗斯来说 是可卡因是毒品 是严禁使用和拥有的 那么除了这个 医疗或者是科研的这种用途以外 对于瓦格纳集团 一旦说布里格人家里发现毒品 我觉得首先呢 对于布里格人的个人来说 它就是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犯罪 或者说是一种非法的这种行为 那么我们都知道如何来定义布里格人 现在在俄罗斯还是一个相对有争议的 但是一旦发现这个毒品 我觉得对布里格人个人的声誉来说 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还有就是对这个瓦格纳 追击事件 就大家有更多的猜想 是不是这个存在着 某些人饮用这个酒精 或者是使用毒品 而导致的这种非理性的这种行为 所以呢 这都是给这个未来 布里格人的这个最近事件的调查 做了一些这个技术上的一些铺垫 当然了 我觉得这个事件 本身就是透露出的这些信息 实际上也都说明 布里格人包括瓦格纳集团 是有争议的 或者是存在很多非议的 特别是普京总统讲到 俄罗斯不仍存在着雇佣军公司 而很多瓦格纳战士 在俄罗斯 在俄乌冲突中参战 是与俄国峰部签取合同的 这一定程度上 为未来的瓦格纳集团 在俄罗斯政治生活 以及在俄乌冲突的这些地位 做了一个定位 就是不可能有单独的自由亡国 和雇佣军集团 此外美国媒体透露 朝鲜已经开始 向俄罗斯提供火炮了 英国媒体此前透露说 朝鲜可能向俄罗斯提供一款 威力巨大的火箭炮系统 可能是四管六百毫米的火箭炮 这也是朝鲜目前最先进的 火箭炮之一了 您怎么来评估 您觉得朝鲜可能会提供多少呢 首先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样 都存在着装备和弹药严重不足的 这种困难 俄乌冲突持续接近20多个月 而弹药的消耗确实巨大的 因为这是冷战之后 烈度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局部战争 我们知道接近100多万 俄乌双方共同参战的人员 接近超过100多万 而且弹药消耗量 俄罗斯每天消耗的弹药量就是过万 我想每个月是30万 无论多大的炮弹这种储备 或者弹药储备都无法承受 所以俄罗斯现在就需要从国外 从周边的一些地区获取弹药 我们看到由于制裁 西方的制裁 那么俄罗斯可能获得的 外部的弹药的这种渠道 确实是有限的 比如说现在有传言 从白俄罗斯 比如说甚至是从国外回购 它以前出售的一些军火 从缅甸 朝鲜可能是目前俄罗斯 最可能获取弹药的一个来源 如果说朝鲜的这种弹药 提供给俄罗斯的话 至少它朝鲜不担心制裁问题 因为现在它已经跟西方世界 经济上是脱钩的 所以恰恰是朝鲜可能通过这样一种 提供某些火箭炮 常规弹药 可以换取俄罗斯的一些经济上的 或者是一些高科技的装备 金正恩访问远东地区 我们可以看出 他参观的是什么 俄罗斯的宇航中心 包括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 可以见得双方有需求 有这种相互匹配的 这样一种可能性 据说这款朝鲜援助的 四款600毫米的火箭炮 可以覆盖乌克兰的全境 打海马斯不在话下 如果这款炮弹投入到战场当中去 您觉得会给乌克兰 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呢 至少从口径和它的射程来说 确实会对乌克兰造成一定的压力 但是说打海马斯 我觉得首先从海马斯火箭弹的 和俄罗斯的火箭弹的技术来说 它们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首先的误差 因为朝鲜的很多装备 火力确实大 但京度是否真的能够达到这样一个要求 我觉得还是值得上去的 但是现在的俄乌战场 需要的是足够的杀伤力 足够的这种破坏力 京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可能是次要的 或者是第二位的问题 特别是朝鲜的大口径 我觉得一定会造成巨大的杀伤力 特别是在某些阵地 比如说在扎波罗热 或者是在巴赫木特 那么京度可能并不重要 可能误差在五米或者是五十米 这个差别不是很大 只要给对方造成火力量的压制 那么这都能达到了预期的军事目标 外界猜测朝鲜可能会向俄罗斯 寻求粮食和资金的援助 以及太空技术跟武器 您怎么来判断 按照朝鲜的先军政策 它现在要扩大和充实自己的战略反击能力 也就是通过获取更为先进的远程的打击武器 我们知道朝鲜它拥有的战略导弹 射程已经过一万公里了 但是京度它以及抗高燃能力 特别是高超音速导弹部分 这些技术估计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端 如果能够通过像俄罗斯出口相应的常规武器 来换取高科技高超音速战略导弹 这些技术或者装备的话 我觉得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从朝鲜本身能够从外界过去 先进战略核心技术装备的这种角度看 那么俄罗斯可能是现在是很少 很可能是它最优的一个选择 因此无论是战略导弹 还是航天技术 还是粮食 我觉得对朝鲜来说都是非常紧迫的 双方都有对方最紧迫 需要的这样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达成教育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非常感谢张向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